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想應該看到這種數據 開高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等一下我會跟各位講 其實昨天盤後 我在做資料的時候 給我們電視台的時候 我已經預計今天會先談再說 但是碰到這一種 歐美股市大漲 先談再說 跟你講這個也沒有用 不過今天確實 本來就有一個不錯的行情 但是這個行情 我們坦白講 開高之後能不能繼續走高 能不能繼續漲 那我想這個才是關鍵 那能不能繼續漲 其實有一個重點 就是到底這個行情 它要不要突破整理 那要突破整理它會怎麼辦 就是一定要量 所以今天的這個成交量 如果真的能夠積極放大的話 我想應該是至少要上千億 如果這種量能水準的話 我們不排除今天的行情會不錯 甚至於這個量能潮 我說這個量能潮要出來 也就是說連續性的一個千億以上的 一個行情出現的話 那不得了了 那這個行情可能就要突破 這個所謂的一個整理 但是如果說 今天的這個外面的消息這麼好 那碰到今天又是先談再說的格局的話 那這個量還是出不來的話 那我想這個整理可能要整理了很久 那事實上這個市場充滿很多矛盾 我解釋給各位聽 為什麼 我昨天也在跟各位講說 這個你看看美元強勢 這美元指數已經上100了 那上100當然它不可能一次就站穩 它可能會在這邊震盪震盪 但是最後它還是要站上 最後它還是要站上 那如果說現在美股跟美元指數 它是成反向關係的話 當它有一天站上100塊的時候 那美股不是又要跌 現在大家已經開始會想到這些了 以前我在跟各位講美元指數的時候 就沒人鳥我 我都跟他講說 跟美股成反向關係 不然人家這樣說 現在你看印真的 好像是這樣子沒有錯 好像沒有錯 那開始又要看這個東西了 那看這個東西 看美股為標準不會 他要看美元指數 因為美元指數確實它是已經突破 來 我們稍微看一下 來 我們看一下美元指數 你現在看這個日線 你可能看得很囂張你知道嗎 一直漲一直漲 但是如果你說 你看到它的一個月線 月線 我把它縮小一點 遙袖這剛才突破而已 這剛剛突破底部 美元指數這剛才突破底部而已 這未來要再去到哪裡 有人說看過這裡 看過巴西 有人說看到120了 但是這確實是一個非常標準的底部 所以美元指數未來會不會繼續走 未來會 未來真的還會 那未來如果美元指數確定還會往上走的話 那美國股市怎麼辦 美國股市要怎樣 美國股市如果不去 倒熱的時候 對我們台北股市的影響又多大 很大 為什麼說 為什麼 因為台灣的出口主要還是出口美國 所以你說會不會有連帶關係 會 可是 你說美國美元指數會漲 代表說歐元又會扁 那歐元你看現在扁 扁一下子而已 你看那個德國股市 哇 起到沒人敢責 你來看看 這個法蘭克福這特攻 你看看 昨天拉拔拉拔歐元 還走來歐元 我跟你講 聽一看 漲到亂七八糟 有沒有 漲到亂七八糟 好 那這個就是我昨天跟各位講的 其實美元轉強 大家想法是說 這個錢都跑到美國股市去 不是喔 不是喔 事實上美元轉強 大家的錢是跑到歐洲去 光上個禮拜一個禮拜 就進去了57億美金 57億的美金 到歐洲股市去 那歐洲股市在這麼多錢 他們本身又撒錢 然後國際的一個資金 又跑到歐洲去 怪不得 那個德國股市強到這種程度 你看看 不然他起到沒人敢講 所以大家會現在開始想 這樣我如果被告德國股市 來我們看一下電腦 我如果這樣 我如果等於美國做這個股票 要飛來飛去 跳浪式 一天氣一天熱 一天氣一天氣 跳來跳去還沒過 德國股市已經撲一個 那我如果是錢的話 我會留在美國還是留在歐洲 如果是你呢 你的錢要留在美國 還是留在歐洲 想想想 大家去歐洲 什麼要等美國 對不對 好 那你認為 你認為你現在錢去買 買歐洲股市 我不要說今天 你三天之前或者五天之前 你真的去買 買這個德國股市 你賺多少 好 我賺多少 好 我賺一萬一千點 一萬一千五百點 好 我賺五天 好 我賺到一萬二 我賺這座 好 我賺到這裡 所以大家會想到這裡 可是事實上 你真的有沒有賺那麼多 沒有啦 你都看半個 說半個 你真正過去的時候 你是不是要拿美金換歐元 以我們台灣來講 要拿台幣 不用啦 台幣現在要換美金 你台幣是不是換到歐元 歐元是不是又貶值 歐元貶值 你股市賺的是不是被它吃掉 總貸也沒有這個 他哪一天反轉 你不能水到 叫他咬到 怎麼這麼多矛盾 對啦 社會上充滿了矛盾 凡人 比出家人還要慈悲 你看看 矛盾很多矛盾 量他就不會突破 量不會突破 他就永遠在這個地方整理 永遠在這個地方盤 那盤到哪時候 盤到量突破 這勞塞虎咖 盤到量突破 那量突破 我們要看看什麼機會 什麼時間點會比較好 什麼時間點會比較好 那如果說今天 我坦白講最近這段時間裡面 是今天的機會是比較好一些 但是沒有十足的把握 因為這個量 你說叫我去預測K線 那個我有辦法 今天什麼線什麼線 大概是有辦法 大概 我看沒有七成也有六成 可是你說要預估這個量 我連三成的把握都沒有 你有辦法分析說明天紅線 黑線有辦法 我有沒有辦法預測到蘇賢 今天要買股票 還是今天要不要買股票 今天要買不買 對不對 我有沒有辦法說蘇賢 今天要買多少億 有沒有 腳後有辦法 要想到我們太主義也沒辦法 他有辦法說 所以預測說他今天要賣股票 他要賣多少億 今天買股票買多少億 那個門內線消息一個 那是沒有辦法的 所以這個量的預估這個是最難的 在技術分析裡面要預估這個量 這個其實我也是很努力過 我真的很努力過 我曾經日以繼夜研究這個明天亮 到底會有多少 到底會有多少 結果分析了幾年之後 我放棄了 那根本沒辦法 你還要 還想到現在市場的心理是怎樣 這個心理又會什麼東西又會影響 影響他如果今天猶豫了 那就沒有量了 不知道盤中哪個消息又刺激出來 大家又去欺負 不判會死 然後就繼續衝衝看 所以這個量很難 但是如果這個 那個難的部分 我們就先把它放在一邊 不是說沒有辦法 等我發明出來再說 等我如果能夠發明這個量 可以預估出來的話 我就要來報名諾貝爾獎 但是現在我不會發明出來 我們先放一邊 那可以拿到的我們就先拿 可以拿到什麼 線 這個線我們是一定有辦法的 對不對 好 這是上禮拜四 上禮拜四 上禮拜四拉巴拉巴 上禮拜四漲得不錯 漲得不錯 漲得72點 漲得72點的同時 每個人都告訴你 這個地方台北股市要往上突破了 就要拜四而已 沒多久的時間 大家都說一位這個行情不錯 什麼台積電帶動這個指數轉折了 我們說3月12號 3月12號 3月12號這天我會解盤 你說什麼 3月12號 我跟你講說隔天會先回再說 隔天會先回再說 也說禮拜五當天會先回再說 你會想說 我在聽你的月三月水 你頭腦老師都亂不說亂不說亂不說 不要這樣 我們不是一般人 一般的出家人 我跟你講 我們不是一般的出家人 我們是有把握才跟你講 沒把握就跟你講沒把握 真的會先回再說嗎 來 試試看 試一次就貶直到 禮拜五 來 3月13號禮拜五 確實是先回再說的格局 確實是先回再說的格局 這樣你有嚇到嗎 鋼琴真的可以預測 不然你再拿來預測看看 一次沒準沒關係沒關係 好 3月13號大家談的是這個說 這個行情其實沒有怎樣 只跌了16點 那會繼續往上走 那我們跟你講說什麼 要看台積電 台積電根本沒有什麼轉折的訊號 有沒有 3月13號我跟妳講的台積電 你還記不記得 這掌握不是 這多久的事情 這掌握我來講過 台積電你問人員這三個紅色 就要帶動大盤子速往上溝 沒有 為什麼沒有 因為量 量它沒有什麼宣示的意義 所以台積電 它現在沒有什麼轉折向上 它頂多就在這個地方橫盤 甚至於盤一盤之後 它還往下跌 那昨天台積電一口氣 就跌了3塊錢 今天台積電當然會稍大一點 因為人熱下去 沒那麼多 但是問題就是 昨天確實跌了3塊錢 有看到了 來放大一點 有沒有 所以我們昨天特別跟你講台積電 那台積電有沒有影響到這個指數 當然會有 你們都認為它要往上攻了 台積電要大 側動這個大盤往上攻了 結果呢 稍微看一下 稍微看一下 昨天是這樣子 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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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撥了66點 我現在落到六十六點 我很慌張 有一些人又開始說悲觀 那多數不九十元 那期貨 多單減到七千四 這個悲觀了 這個我看我們保守一點 可能有些人還要看空 不必要 你一天氣就看 一天熱力就看空 後來倒 昨天雖然是這種走勢 開高走低的走勢 有沒有 昨天是這種走勢 但是我做出來的資料是怎樣 今天是先談再說 來 放大一點 禮拜二 先談再說 可是這個先談再說 今天可能就是被歐美股市 的一個大漲 可能你會把它顧略掉 事實上今天本來 就算今天歐美股市沒有大漲的話 就算他們今天大跌的話 其實今天就算台北股市開低好了 他開低之後他也是往上揚升 也會有先談再說的一個走勢 這是避免不了的 避免不了的 就算今天這歐美股市是這樣子 也會如此 但是今天因為他們大漲 所以你會把這個行情忽略掉 大漲今天開出來之後 開盤應該還可以 我不可能現在這麼白白說 等一下會開低 我不會說那個 因為這不合乎正常的一個邏輯 可能開高之後 這盤 因為開高就已經代表先談再說了 開高之後會不會往上漲 一直往上拉 會不會拉出一個中鴻 這個我們不排除 但是你要拉中鴻要有本事 要有本事 什麼本事 要有量 所以說今天要有量 如果沒有量的話 那可能這個開高之後 那可能大家也不用那麼激動 因為真的就量不出來 那如果量真的能出來 今天應該還不錯 那原則上這個不脫離 我之前跟各位講回到電腦 就算今天漲又如何 就算今天漲又如何 除非這個量真的有出來 那我們可能會佈局到下個月的合約 那否則的話就算今天漲 把昨天的跌幅漲回來 又怎樣還不是在這個格局裡面 是不是又在這個盤整的格局裡面 除非你量突破 那否則對結算來講 沒有什麼注意 到今天為止 到現在為止 我們還認為今天 這個禮拜的禮拜三的一個結算 它還是以盤整為主 而且機會是相當高 既然盤整為主的話 那急跌 急漲 急跌要反向操作 特別是昨天的跌並沒有呆量 所以昨天是有一個虛跌的一個狀況 所以今天談上來 很合理 正雄 現在看得到什麼大叔特殊 這個現雄 值得你大買股票也不用 當然就是開出來 就是等這個量出來 量一旦 再交代一次 量如果有刷 一定要像千元 上千億的量才有辦法做一個突破 而且要連續性的一個千億 那如果沒有的話 這個盤還是繼續整理 好不好 好 先謝謝余總 那麼強調是在機上級跌 是一個反向操作 如果陷入震盪的區間的話 那麼重要的是 還是在個別物體在身上 我們休息一下 再回到進行現場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固德投顧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顧 固德投顧 新美學 新技術 新美學 新技術 新感受 德瑞克未遇 智慧馬桶 好 剛剛余總所強調是在機場級跌 反向操作 那麼這是一個比較正當的區間 而且今天所特別強調說 有機會先談再說 先談再說之後 那麼選股題材 或者是在個別股的重點 又是哪一種 好 那有些那個轉折 訊號出現的一個股票 那投資本你要相信這個轉折 你一定要信任這個轉折 這轉折你如果不信任的話 那可能你會錯過很多行情 那我在這個節目上 那我跟你講說 有突破他就是有突破 沒突破 我就跟你講沒有突破 像台積電 我來講這個沒有 這沒有就是沒有 這真的沒有 你叫 在算他今天起十塊 就是他現在漲十塊 那沒有就是沒有 就算他今天漲到說過高點 我不會因為說過高點就跟你講 這個行情突破了 不會 你要突破 量沒有突破 那個都是假突破 那可能是在騙你的 所以這沒有就是沒有 沒有突破就是沒有突破 所以台積電昨天跌 我不覺得意外 但是那個什麼 昨天的台積電 ADR反而是漲 所以懷疑 就矛盾 但你不要認為說ADR漲今天台積電 就什麼大漲特漲 注意喔 你再蓋起來 你電腦要 台積電真的蓋起來 你電腦要煩熱 我跟你說 是不是 怕這個 你電腦要煩熱 電腦是等一下 漲漲跌跌 這反而比較好 整理完之後 未來往上攻 那如果走這種 什麼今天又來過高 或者怎樣的話 搞不好變成一個ABC 這是一個V波的一個反彈 到時候這個台積電還要再往下墜 還要往下跌走西波 那就可能更麻煩 好 這個是沒有 沒有這個所謂突破訊號 這個股票可能 我們就看一看就好 但是真正我們要把握的是 有突破訊號的 有突破的 什麼叫有突破的 這個是我一直在跟各位講的 對這裡一直在追蹤 就算友達在破底 我是持續跟你追蹤 因為這個破底 都告訴我們說 他是在製造所謂的D檔背離 而且他一跌破了之後 這個復排離就出現 所以我們要把握這兩個原則 一旦把握這兩個原則的話 就會從好像這個 我之前跟我講過的台積電一樣 從這個D檔這個地方 轉折上來的訊號 是一模一樣的 這裡的訊號 台積電這裡的訊號 跟友達這裡的訊號 是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好 那既然我們有辦法 跟你分析到台積電 可以從130 漲到過前高 過前高 這是漲了很久的時間 這Q夠過的時間 這台積電是 從這個轉折是一直漲 是我們節目一直跟你追蹤的 然後追蹤到高點的時候 我們告訴你這個地方漲幅滿足了 這是我們沿路追蹤的 好 現在我們不去追蹤台積電 我們反而要追蹤它 因為這個才是可以讓你賺錢的 但是問題是說 你要讓你賺錢 你一定要信任這個訊號 好 這訊號是什麼 這根紅線 沒有這根紅線 我還不建立你家 沒有這根紅線 你只能慢慢買 慢慢買 加減滿 但是這根紅線出現之後 你可能要加快你買進的速度了 加快你買進的速度 因為這一根線 已經確認了它的一個轉折 這是一個確認的線型 至於這個確認的線型 其實你是要了解一下 這確認的線型 我們看到這裡 就是在這裡 第六集裡面 第六集裡面 告訴你說量價關係的一個搭配 好 那麼你這個股價往上漲 那你漲真的漲假的 這很重要 你這個股價往上漲 是一個真突破 還是一個假突破 如果是一個假突破的話 它未來得真拉回 好 那我們如何去分辨這個是真突破 或者假跌破 就是要用量來做一個確認 如果說它股價往上漲 那量能夠做一個輔助的話 那我告訴各位 這個突破確實是真的 所以量價關係的搭配 有沒有搭配到成功 做一個確認 那這是非常重要的 那現在的這個友達 就是在這種現象 友達這根紅線就是確認 它要做一個轉折 確認做一個轉折 有沒有 這看得很清楚 帶了這一根量 而且這一根量 事實上已經過了這個量了 那這個量的高點是在這裡 這根黑K的高點 量已經過了 所以代表這個 量先價型的角度 所以這一個點會過 所以這個點還沒過之前 我跟各位講 拉回都是滿訊 拉回都是滿訊 昨天差一點又要上去了 還好昨天沒上去 但是這個量不用像這個量這麼大了 未來過高量不用像這麼大了 好 那我要告訴各位就是說 市場 市場 市場現在還在舊觀念 市場現在還停留在舊觀念裡面 但是你一定要有新思維 你一定要有新思維 才能打破舊觀念 如果都還在舊觀念裡面 你一樣在舊觀念裡面 你就跟人家這樣子 唉唷 這個公平 去沒有多少 看 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但是你如果有新思維的話 你等到他確認現行出現之後 你可以將你的資金 做一個有效的運用 而且這個地方出現 大幅度加碼的一個訊號 你能夠跟著加碼訊號做的話 那未來 如果他能夠像台積電 這樣子漲的話 你應該是市場獲率冠軍 一支股票就好 一支股票可以讓你歡心 你買那麼多檔幹嘛 一檔就夠了 但我們分析不能分析一檔 分析一檔 就金管會找我麻煩要怎麼辦 所以我必須也要分析 一些其他的股票 像這個最弱勢的 這個可能 唉唷 那頂端 都叫大陸唱完了 這是那次 台灣說最好的公司 叫大陸唱完了 你看破地 那這個國外看要怎樣 有人說這個A 反彈B 這也會怕C 就算C的話 大概也跌不到 剩下不到一層 大概7% 大概400幾塊就滿足了 如果這裡真的是C 但是我不認為是C 為什麼 來 這個地方出現了大量 這來把它跌破 這來把它跌破 昨天又出量 這個已經有空投利潔的 一個現象了 所以你今天要提防 注意看看這個聯發科 到底有沒有開高 如果開高的話 空投利潔之後成立 你說那C 但那C 我那C多久就C 如果今天開高 這個空投利潔是會成立的 那一旦成立的話 這是我跟各位講的 其實這一種股票 大概是在漲一個震盪區間 震一震之後還要再過高 所以今天注意到 聯發科到底有沒有開高 那開高的話 那大概這一波的一個下跌 大概就被它化解了 所以有空投利潔成立沒有 今天很重要 開高還要收紅線 重點 開高還要收紅線 這個行政 比較會去掉比較會摘 那另外一黨是鴻海 那鴻海我看這個還是要亮 這個沒有亮的一個加持之下 它應該還是一個整理 不過在沒有亮的過程裡面 我建議各位投資朋友 沒有亮的過程裡面 還是你的布局的一個機會 等有亮往上突破的時候 那就是你加碼的一個時機了 好好把握這個行情好不好 好 確實一下 當您投資失利 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憶 顧得頭顧並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起貨股票雙徵兆 使您反敗為勝的最佳利器 入會咨詢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提你的頭顧 顧得頭顧 唐小桌客不完 三幾乎抵掃散 看兩時的夾在嘴裡 請拿鴻最佳 三幾乎抵掃散 同一間飯店 同一個房間 但是卻是不同的價格 能省為何不省呢 TriVago一次搜尋比價 超過200個訂方網站 讓您用最好康的價格 訂到最理想的住宿 本店TriVago 尿指如果夠好 人生是彩色的啦 尿指如果不好 人生是黑白的 告尿指有方法 第一 汆流偏要抗一下 第二 伏額要降低 第三 來到不明的郵仔不搶吃 有還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